台南最高住宅大樓 安南區指標建案 住在文字館 咳咳咳 抱歉 在台南歷史博物館對面 日本東極設計團隊 打造水晶建築 看著動畫酸酸細細的燈火 這就是兩年前預售引發火熱討論 雷聲大彈雨 到現在卻感覺連下都下不來的 台南建案五彩東極 根據房產作家Sway 向本刊爆料 五彩東極建案恐怕有興建危機 當時一平開價到35萬到45萬之間 創下天價 但是從2014年開工之後 到現在連地下室都還沒開挖 不過銷售現場已經在撤廠 打算搬到工地 房中業者也表示 五彩東極的開價太高 其實很難賣 連前總統陳水扁的女兒 陳信宇在台南東區 精華地段買的房子都沒這麼貴 面對外界揣測 到底蓋不蓋得下去 五彩集團回應 會繼續蓋下去 但是對於完工日卻無法評論